特勤隊員看準時機破門 屋內銘上半身打赤膊男子 被嚇到措手不及 只能乖乖舉高雙手 他就是竹聯邦名人會萬華分會 26歲何姓祖賢 綽號叫四川 專門吸收魏成年教唆他們到處犯案 屋內還查獲手銬 折疊刀 以及用來恐嚇被害人的改造炮竹 落網的18名邦派成員當中 有9人是魏成年 其中一個人年紀最小才郭三 沒事就會到像這樣的飲料店聚集 搭著名人會的名號 吸收他們加入黑幫 就有四名少年被叫去當車手收款 結果被大哥懷疑私吞200萬 分別在住家附近被強壓上車 帶到汐止山區囚禁施暴 跟他們的家人勒贖逼迫還錢 其中一名少年不服從 又被帶往台北市中山區間旅館 中途借口要上廁所趁機脫逃 剛好看見巡邏警車緊急攔車求救 警方調查落網少年大多來自新北 學長帶學弟加入幫派 甚至有人去柬埔寨做詐騙 結果發現那邊錢少又累 回台後薪水還得通通繳回給大哥 原本以為加入幫派 就像電影情節一樣 有人撐腰還能賺錢 結果幻想破滅 吃上行責家人也被牽連 KB市民高者黃金山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以及殊許醫院下旅管 報道 現在民進行 為行征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